投資者兼紐平人湯文亮最近成為風頭人物 兩年前讚民看好匯豐股票 近期匯豐股價大跌 即時被網民翻舊賬 湯文亮指仍然看好匯豐 認為股價有望短期反彈 更表示在機緣巧合下 近日減價成功沽出公下單位 套現後趁低撈匯豐 我覺得也不用太看淡匯豐 我最近也買回豐股票 為甚麼呢 剛剛算是很舊的 一層公共樓室 實際上賣就好 兩三個月前 有物業代理比價 比價是9000萬 那是好價 當時我們300萬買回來 20年前 收到這麼久 現在買出去了 300萬變9000已經好得好 30倍了 不過情況就是 買了豬後怎麼用呢 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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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了之後買回豐 9000買回豐 你有6-7厘色收 7厘色收的時候 有7厘色就不會壞 好過你收到 你知道層樓收到就只有這幾 很可憐 好 好 好了 買了之後 怎麼知道你會封掉 沒有接受這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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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封掉 跌到三十幾四十元 我就 又有一個物業代理 上來 那一個問題 給八千五百萬 給八千五百萬 我沒有答應九千萬 我又賣給八千五百萬 這個呢 你做投資 最後要用一個 以物業物的心態專門 以物業物 你不要只要一個錢 錢是一個 中間人 你一定要有以物業物的心態 你沒有以物業物的心態 我跟代理說 我老實實 真是時日明日 你幸運就做得到 當天買的時候 我買了百五萬 今天呢 匯豐四十元不夠 我當四十元 一定買到那時候 三十八個幾天 一定買到 我也都買了 我買了之後 我現在買到多少呢 我買到二百十六萬 說暫時不買匯豐 不過我暫時呢 那個時間 我沒有說幾分幾秒 我暫時 就是暫時 很難的 暫時怎麼說 例如 好像說 我跟女朋友 和女朋友 我跟別人說 我暫時不拍拖 暫時可能 早上講完下午 我就追別人 又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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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不拍拖 暫時一天都得完 半天都完 但是 如果跟女朋友 交換或者離婚 我暫時不結婚 我沒理由一天才結婚 沒有一兩年都沒得再結婚 這個分別在這裡 如果我說 我暫時不買樓 那代表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暫時不買樓 因為我覺得樓線不好 我今天不買樓 明天就買 不可能 我說我暫時買匯豐 但是他再跌 跌到這個價錢 我又買了 我的暫時怎麼會跌 好 給我 來 你 自己 你 把它 我